佛战士的时候,印度有很多的国家,有16个小国,其中一个小国叫做苏婆罗纳国家 这个国家的国王就是苏婆罗纳国王 这个国王他有一个特殊的功德,他长得很庄严 那么这个国王对自己的身相庄严,他也特别的感到非常的满意 所以他每一年一定要举办一个选美大赛 国家的人哪一个人能够比这个国王庄严赏金一千斤 办了很多次选美大会以后,没有一个人比这个国王庄严 但是这个国王觉得也没什么意思了 后来有这个大臣就跟国王建议说 国王,你不要老是跟自己的国家比,你要有广大的凶量 你跟外面国家人请他们庄严来比比看 那前印度你是最庄严,那你才是个赞叹 那么这个国王就说,那这个印度里面有谁长得庄严呢 这个有智慧的诚实就说 说国王我听说佛陀有一个弟子叫加三言尊者 他这个人善于说法,而且长得很庄严 你请他来比比看,你要比胜了 你就是真的是很庄严 好,那么这个苏伯陀到国王就派了很多的使者 就去请这个加三言尊者,那是阿罗汉 三名六通罢卸托 请阿罗汉不是来说法,是比庄严 当然加三言尊者他入定观察,这个人他有得,跟他有,过去有这个阴影,可以度化他 所以就答应 加三言尊者呢就,来到这个苏伯陀那国 那么两个人就在这个选美大会就比庄严 果然啦,加三言尊者,比苏伯陀那国还庄严 那么这个时候,苏伯陀到国王自己也甘拜下方 这世间上的众生的根据也各式各样,有些人是 你要能够讲道理,给我了解,我就拜你做师父 有些人是,你逼我庄严,我就拜你做师父 那么苏伯陀到国王就拜这个加三言尊者做师父 拜了他做师父,一个人就说,师父啊 说你是一个阿罗汉,你应该知道这个生命的因缘法 所以你为什么能够长这么庄严呢? 言侠之意就是说,他想要修这个庄严法 那么加三言尊者就说,过去生啊 我曾经做一个小杀命 我说小杀命的时候呢,我在生团做什么事啊? 做这个清洁的工作 打扫大店啊,打扫这个疗房啊,洗洗厕所啊 我专门做这个工作 有一天我在打扫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乞丐来跟我起 我小杀命说啊,这个东西是来自信师的供养 你要吃这碗饭啊,你要跟我一起工作 你把我这个工作做好了,我就把我的饭分一半给你 那乞丐说,好啊 那么从今以后,这个乞丐每天啊,就来跟小杀命一起工作 打扫大店啊,打扫厕所啊 那么这个杀命就把他自己不用饮食的分一半给这个乞丐 那么这样说,不得到国王一听,哎呀,活过去生啊 只是在三宝境界里面,扫扫地啊,就做国王,就这么庄严 那如果我今天能够尽形受的皈依三宝啊,修学佛法啊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功德境界啊? 他就要申请信心啊,就把国家呢 就让给他弟弟,就跟加战严尊者出家去了 那么加战严尊者出家以后呢,出家严尊者想啊 你是这个国家的国王,你在这个地方脱坡啊 大家都把好东西给你啊,你得到那么多恭敬啊 你没办法修行啊 就把这个苏伯多奴国王,带到隔壁的国家叫阿盘帝国去修行 那当然修行是在山中修行啊 就跟加战严尊者住山洞啊,修诗念处 那么有一天,加战严尊者刚好出去外面去说法 那么就留着这个苏伯多奴国王啊,这个修行者在山洞里面修行 那么这一天刚好阿盘帝国的国王啊,带着宫女啊,到郊外来游玩 国王当然是一个放逸的境界啊,导入唱歌、挑舞、喝酒、吃肉啊 累了以后,这个国王就睡觉了 所以在这个宫女就到处跑了 然后看到一个山洞,一个修行者长得很庄严啊 那就跟他东问西问啊 那么这个国王醒过来以后呢,去找这个宫女就找到这个山洞啊 就看到了苏伯多奴国王 那么这个国王当然就是产生嫉妒心啊,就会自己称心啊 就问这个修行者说,你得到四国没有啊 他说我没有得到四国 三国、二国、一国都没有 那么你得到四禅佛也没有 三禅、二禅、初禅都没有 那么这个国王就很生气啊 你连初禅都没有啊,你没有离遇啊 你没有离遇,你怎么能够调戏我的宫女呢 就叫这个四位啊,去打这个苏伯多奴国王 看那个注解上说,打得很严重啊 整个人昏碎过去了 昏碎过去以后呢 一直到黄昏的时候啊 连初禅都回来以后 再用这个水啊,把它泼醒 再醒过来 醒过来以后,这个伤痛非常严重 当然,苏伯多奴国王没有离遇啊 他就申请很坚定的称心啊 他就跟他师父说 师父啊,我现在在山洞里面没有去 招惹这个国王 这个国王就莫名其妙要打我 我一定要去报仇 我要回去啊,向我弟弟借军队啊 把阿盘帝国啊,消灭 把这个国王抓到,来惩罚这个国王 加战人论者说啊,不要这样做啊 你这样子做啊,就造成沙业啊 会有痛苦的果报出现 那么这说,伯多奴国王说啊 师父啊,我的心啊 就像石头一样坚固,不能改变 不能再改变 这件事一定要做 好 那么,加战人论者说,那这样子好了 你要做也是可以了 也是可以呢 但是天也黑了 你也不急着这一天 你明天早上再做好了 那么,就在这个山洞里面说一个晚上 那么,加战人论者是阿罗汉呢 他就会给他一些梦境,给他一些消息 所以,说伯多奴国王在当天晚上做梦的时候啊 他就梦到他回到他的国家,向他弟弟借军队 浩浩荡荡啊,来兴师问罪啊 打这个阿班帝国 那么,刚开始是气势很旺,还打胜了 到最后因为他太骄傲了 后来就被这个阿帆帝国全力反攻啊 就反而是打败了 打败以后啊,这个伯多奴国王就被抓住了 阿帆帝国国王就说啊 这一次的战争完全是你引起的 史上这么多的,你要负完全责任 就送到这个断头台准备砍头 那么,等到这个筷子手要砍这个头的时候啊 这个苏伯多奴国王产生一个非常坚定的追悔之心啊 叫师父啊,赶快救我啊 就醒过来 醒过来是一场梦 当然,在梦听当中呢 他那个想要报仇的恶念也消失了 后来这个时候,加章亚尊者为了讲四正地方 苦极灭到四种因缘 他正得出国 当下正得出国 这是在那个窥地大师的威士二十宋的注解 讲到这个故事 那么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去了解说 苏伯多奴国王刚开始啊 起了一个邪恶的作意 因缘之间啊,所以说善恶 你看,他这个恶念没有消灭啊 他要真的去打仗 他来生肯定到萨尔岛 可能在受道山游过的国报 但是这个恶念能够破坏以后 真的出国 那你说这个生命是不是在因缘之间呢 关键点就是你恶念起的时候 你这个恶念怎么破坏他 就是应验力 当然我们刚开始先不要接触染务的环境 这个很重要 慈戒 这慈戒就是先引离恶因缘 那么进一步就修止观了 你一定要有这些佛法的道理 来疏导你的恶念 来消灭你的恶念 那么你恶念消灭的时候 你的生命就会变化了 所以生命是由心事所主导的 那问题是你这个心事 是不是有抗计恶法的力量 这就是个关键点 我们不能够说心中不起恶念 这做不到的 凡夫哪也不起恶念 所以英光大师说 凡夫之人一定会起恶念 要重要的是要能够心肠绝躁不遂妄传 当然这个心肠绝躁就是你要意念三宝 或者练佛或者练法或者练圣 这个意念力来转变你的作意